被誉为超级食品的蟑螂奶,是牛奶营养的四倍,会成为主流饮品吗? 在一部叫做《雪国列车》的电影中,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里面的人吃的食物是黑色的蛋白块,后来发现这蛋白块的原料居然是蟑螂,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吃蟑螂将会照进现实。 现在印度新研发出了一种蟑螂奶,顾名思义就是蟑螂产下的奶,但是一种印度特有的蟑螂产下的奶,且据说一杯蟑螂奶的营养比四杯牛奶的营养价值还要高。 今天跟着小编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蟑螂,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是喜欢它的,提起它都觉得恶心想吐,也是很多人惧把的昆虫,身上携带众多细菌,又繁殖迅速的蟑螂,一出现在家中总会让人抓狂。 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你在家里看到了一只蟑螂,其实在暗处已经有了成百上千的蟑螂群,这打不死灭不绝的蟑螂,让人不理解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现在蟑螂奶的问世难道是解决随处可见的蟑螂最好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蟑螂奶并不是用我们常见的蟑螂制成的,而是用一种叫做太平洋折翅莲,这是印度特有的蟑螂品种。 约在十年前,印度的科学家发现太平洋折翅莲在喂养幼种是会分泌自行分泌乳汁,这种蟑螂的幼种也比普通蟑螂要大,这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并对其展开研究。 后来发现太平洋折翅莲分泌出来的是一种负高蛋白的特殊晶体,这一个蛋白结晶中所含有的能量是等量牛奶的三倍多,且这种蛋白还富含糖类和脂肪以及多种氨基酸,可以持续长时间缓慢的释放能量。 这一发现时的科学家们喜出望外,若是将此物质提出制成食物,那将是一种堪称超级食物的存在,随后便付出行动。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们成功将这些晶体提取出来,并且制成蟑螂奶。 在南非的一家公司,依次将昆虫奶加入雪糕和奶制品中,但此公司只说是一种可食器养殖的昆虫制成的,并没有明确说是蟑螂奶。 虽然蟑螂奶目前确实是可以提取出来,但提取的过程较为残忍和麻烦,一般牛奶羊奶都是可以直接挤。 挤完之后,牛羊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蟑螂奶就有所不同了,这些蛋白结晶存在蟑螂的肠子里不能靠挤出来,而只能将它的肚子切开,把发育好的胚胎取出,再将蟑螂的头部和腹部都切掉,取出里面的肠子,吸出蛋白晶体,而被四分五裂的蟑螂也因此丧命。 这费尽心思取出的晶体还十分的小,在一千只蟑螂中,仅仅能提取出一百克的蟑螂奶。 这种取蟑螂奶的手法过于残忍,生产的成本也过于高,而且就算真的生产出了蟑螂奶,也有很多人是不想尝试的,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只要跟蟑螂挂钩了都会觉得这些恶心,哪怕是实验室培养出来也没有细菌的蟑螂,所以大家对蟑螂奶这种食物还是持反对态度。 尽管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有了对蟑螂奶提取进行系统大规模生产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将其引入大规模商业生产的计划,也有不少人猜测,也许这种高蛋白的物质将会成为我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倘若蟑螂奶真的大规模生产,你们敢尝试吗?